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亚洲的ApacheCon上 能够为大家分享 上一次参加ApacheCon是在2016年的温哥华 那个时候麒麟刚刚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顶级项目 刚刚毕业 那时候在那边做了分享 也参与到了整个的国际社区中 在过去的五年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来自中国的项目 不断地进入到了我们的孵化器 不断地成为毕业 成为我们的顶级项目 越来越热闹 整个社区也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声音 也非常开心看到像吴胜 我们不断地成为像Apache的董事 我们整个来自华人的一个力量 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越来越多的在整个的开源社区里进行发声 非常的高兴 今天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内容 我相信今天有非常多的同学 会分享开源社区技术等等 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产品的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思路上能够去给大家一些 我们的一些经验 我们的一些看法 今天我不会跟大家讲任何商业化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说 如何用产品去运营一个开源的项目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探讨 我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尝试和领域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那我会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会介绍一下我们的麒麟本身 那相信有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的理解 或者说清楚麒麟是做什么的 那第二部分呢 我会探讨一些我们在过去中总结出来 从一个开源的一个技术到一个产品之间 我们的一些简单的认知 那后面呢 我们希望大家分享一下说 我们怎么样通过一种产品的思路 去运营我们整个的开源的社区和项目 那麒麟呢是在2014年 从Ebay中国的研发中心 贡献到了Apache的软件基金会 成为了孵化期项目 那么在2015年的12月份呢 Apache基金会呢 Jumbo它成为了顶级项目 那当时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个顶级项目 包括我们当时的IPMC的Chair 我们的那个Ted Dunning 给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他说麒麟代表了亚洲国家 来整个中国在整个开源社区里面的 这个贡献和参与 我想这样的评价确实也是说 很少 因为我们在整个七零之前 来自东方的开源项目 在整个Apache的基金会里并不多 但今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项目 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非常荣幸 说在那个时间点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幸运儿 那在七零的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我们全球有超过了1500多家客户的使用 那从全球的整个的这个公司使用到整个中国 那么相信从我们的老东家 Ebay 以及像思科 像沃尔玛 像Apple Amazon Microsoft 等等等等 包括欧洲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 那也有非常多的国内的客户 那基本上我们讲说规模以上的互联网公司 很多都在使用七零 作为他们在整个大数据分析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组件 那么尤其在整个的OLAP这个里面 我们也成为了非常事实上的一些标准和内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社区的过去几年间 它的发展依然是非常的活跃 我们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公司的贡献者 也使用者 那么今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跑到全球各地的时候 会有非常多的朋友过来说 我们正在使用你们的项目 那也非常高兴说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 不断地贡献到了整个这个项目之中 持续地为这个项目在不断地演进 我们从最早的Hadoop到今天 我们接下来会介绍的一点点ROADMAP上 关于整个云原生的内容 也会在不断地增长和发展 那在过去的几年间 在整个的Data and AI的LandSkip里面 在这个图里面 从70的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一直被放在了整个的framework这个层面 这也是在整个基础领域里面 跟Franc 跟Kubernetes 跟Docker 跟Messos 等等 我们在一起放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里面 成为了认知上是说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软件 在整个这个方框里面 也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开源的这样的项目 那么当然我们也在过去的几年间 获得了一些不错的认知和奖项 那这里我不多提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摸过了最早的info world 对我们的认知等等 那麒麟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用这张图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张架构图 非常的简单的可以看得到 对吧 我们通过对于数据的整个底层的描述 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数据呢 抽取上来 那变成了传统的数据仓库中 最核心的一块数据集市 那么或者说叫OLAP的这个层 那我们会在整个的七零里面 定义相应的数据模型 不管是星星模型 雪花模型 甚至现在我们能够做到 非常复杂的星座模型 那么将相应的一些数据呢 通过一些技术呢 我们能够把它 做成一个DataCube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存成HBase 那么最近我们也已经 开远了新的版本 我们会拿掉HBase的依赖 然后我们会直接使用 Pakway作为我们的存储 这样的话呢 能够在整个云的 在那个时代里面 更契合云上的一些使用 因为HBase确实实在是 过于复杂 对于云上来说 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整个产品的眼镜的之一 那么当然我们也有 非常多别的一些眼镜 比如说实时 我们现在在整个的 开源70里面 已经能够支持到 实时的这个能力进来 包括使用Flink 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流失处理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万变不离其中 我们是为用户的 All Apple的能力所服务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非常多的一些 业界的一些技术的变化 我们也整个社区 也在不断的探讨 希望说通过一些新的创新 能够兼并所长 能够有更好的 这样的能力提供出来 那也希望说 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 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一起加入到 这个社区里来 进行相应的一些发展 和相应的一些贡献 那介绍两个简单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是来自欧洲的 一个电信公司 那这个案例呢 是我在那个西班牙的 去做展会的时候认识的 那他们当时给我 绣了这张图 那这个东西可以看到 是说他们当时做的呢 是整个一个国家的 网络的质量的分析 是整个的这个通信啊 包括说使用的 手机的这个型号啊 版本啊 相应的这些内容 做什么呢 做整个网络服务质量的 这个监控和管理 以及提升 举个例子 他们当时给我 绣了一个例子是说 看到了小米的某个版本 发行之后 可能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抖动 那么他们通过这样的监控呢 能够去及时的找到运营商 甚至找到手机厂商 希望说更快的去 比如说推动 怎样的一些升级等等 然后我们看到前后之间 对比很快 他就恢复平稳了 那这个对于一个 电信运营商的 这个服务质量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可以看到说 整个现在的这个数据量 也是非常的多 应该已经超过一个PP多了 那么也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用户 但他们当时也给我说到了 说整个的这个使用环境 相对来说只要需要一点点 非常小的一个Hadoop的机群 就可以服务了 那么在一个比较小的成本之下 就能够支撑到了 他们大量的这个应用 那第二个那个案例呢 也是来自欧洲 是来自德国的OLX集团 OLX呢 非常类似于国内的 像百姓等等这样的 这个网站是非常大 他的投资公司 也投资了类似腾讯 这样的公司 那么整个的这个应用案例呢 在OLX呢 是将麒麟 跑在了IWS上 支撑了他们的整个的 叫Global Reporting的 这样的一个应用 有全球 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分析师 依赖于这个平台 进行日常的这个数据分析 和相应的这个工作 那么数据量也非常多 也应该是在PP级约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 相应的一些内容啊 之类的都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也通过了 比如说Tableo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这是那个前两天 他们在麒麟的Meetup上 进行的一个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说 相应的一些performance 对吧 相应的一些内容 其实都在这上面 比如说Top10啊 对吧 包括说相应的一些 整个的一个机会的等等 那么整个的这个架构呢 是非常的有意思 是说他跑在了 整个的EMR上 整个的这个 利用了整个AWS 对吧 但甚至呢 是用了一些Cubernetes的方式 进行了管理 那么整个的原始数据呢 是来自于 他们的原来的S3上 那么在这个S3上呢 通过相应的 这个Spark的Engine呢 将一个数据的 独立进来 进行处理 最后呢 存储在了整个的HBase上 那同时呢 通过 70的SQL的接口 提供给到了Table 然后呢 是让Table呢 进一步的进行 整个的这个数据分发 和相应的这个分享 那大家也看到了 在安全上 他们也使用了 OpenLDAP 也送到了Okota 这样的这个 用户认证访问行为 那这个在云上 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部署案例 这样的话 也能支撑到 他们的整个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和相应的一些应用 那么他们甚至做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做到了 叫做Zero Dawn的Deployment 因为相对来说 在云上 他们整个这么一个 核心的业务系统 是非常需要一些高可用的 所以他们通过了 相应的一些技术 来做到了这方面的一些 能力的一些平衡 和相应的方式 那另外一点呢 我想说 后面的介绍一下 麒麟在现在的 整个的这个版本上的 一些情况 这块东西我们最近 可能稍微有点少分享 那希望说今天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内容 可以探讨 那我们在上 一年左右前 我们在社区里 我们说过 我们会将整个的这个 Storage 迁移到了整个 基于Pakre的 这样的Storage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不再依赖于 HBase 这么一个相对比较 heavy的这样的一个 Dependency 那么今天这个版本 在社区里已经出现 那么整个的这个 麒麟4 甚至在不同的客户 用户之间 已经开始上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像友站 等等不同的 这样的社区用户的分享 效果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我们今年 还会再做几个 比较重要的工作 一个呢 会去支持Spark 3 因为Spark的 发展也都非常快 我们也希望 能够快速地 引入到了整个的 最新的Spark的能力 那么还有一块呢 说不断 麒麟在很多时候 我们讲一张 是以性能为著称 但我们觉得性能的追求 永远是没有极致 没有那个终点 所以我们今年会介绍一个新的一些技术 一个是Local Cache 一个是Soft Affinity 我们叫软存在的一个技术 我们希望说能够将整个的这个 成算虽然要分离 但它又要在软清和性的这个能力上 放到一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块领域 对于我们来说 你在不断地增行一些探索 那么也希望说各位有兴趣的点 可以在这上面上 在社区里给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探讨 我们已经找了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我们也看到说 这里能够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能够不断地去提升 整个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另外一块呢 我们也会在接下来段时间里面 不断地去想办法 拿掉整个Hadoop的Dependency 因为虽然麒麟在出生的时候 是作为Hadoop上的OLAP 但随着这两年云计算的这个变化 在整个的社区 里面 云原生云计算 已经是成为一个大的趋势了 所以我们也今年是说 我们会花比较大的力气 会去看怎么样去能够去进行 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得益于麒麟最早的 Plugable的架构 我们的可插拔的架构 使得我们对于相应的一些依赖 其实都是有条件 所以是可以更换 底层的这个存储 那么所以说 今年我们也在这方面上 做了一些投入 我们未来会在整个Keyberis上 进行不断的这个迁移到那方面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社区里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工作和动静 已经在不断的在往上面去做了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会更多的 会在整个的这个Cloud Native上 不断的进行一些投入 那么核心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将麒麟从原来依托于Hadoop 做OLAP变成转换为一个 纯自Self-contained的这样一个OLAP的能力 我们也会将整个的这个资源的调度 依赖完全迁移到Keyberis 类似这方面上去 我们会将存储更多的面向到对象存储上 我们也希望说将其他的一些组件 不断的更换成更加genetical的这样的组件之后 使得整个的依赖会更少 部署会更简单 那么我们预期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到 是说你只要给我一堆的机器 或者你给我一些Keyberis的资源 我们就能够直接部署上去 能够直接使用起来 不再需要任何的Hadoop的这个依赖 那么这个好处在于说 一方面我们会确保说 整个的这个系统会拼滑的过渡过去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 现在使用Hadoop的客户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会让你不断的去保护好 你现有的投资 但又可以让你向未来转变的过程中 不用担心说重新很多事情重新来一遍 那么在这个上面上 我相信说在未来的三年到五年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 社区的会变化 因为羽的这个起来 一定会对今天Hadoop本身带来一些影响 那么如何平滑的过渡 如何更好的将现有的这些应用 以最小的成本最小的代价呢 迁移过去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 和投入的一个方向 那后面呢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得到的一些 一些思考对于在整个技术和整个产品上 我们相信今天有非常多的同学 都是非常技术的增加 和相应的某个行业的一些高手 那么在产品这块东西呢 往往会被很少的会去 会去略微会被副略掉 所以今天我想探讨一些简单的一些话题 那我们想用我借用这张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产品和技术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往往技术的这个研发 它往往更多的是说去突破某一个 科学或者技术上的挑战 能够更多的是做创新 但往往产品往往是说将一些技术 甚至是将一些想法 变成了一个市场的行为 能够去满足更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或者说用户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出发点 也是不一样 因为技术的突破点 往往是从某一个点 开始进行去深入的研究 或者说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投入 但产品往往首先要想 就是说我这整个的市场在哪里 我生产出来之后 它的成本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 但这两者之间又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有句话叫做 技术是让自己爽 产品是让别人爽 这在于我们做技术的 原来说会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技术爽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架构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法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 我们觉得说非常非常的不错 自己会有成就感 极大的成就感 那这也是说 我们在最早做程序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 大家都讲究是自己的成就感 但当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情况是变了 因为只有自己爽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让别人去爽 要用的开心 要用的要舒服 举个例子 齐琳在最早出来的时候 我们确实自己觉得还挺嘚瑟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开源的 那个前面的一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其实非常痛苦 因为当我们开源出来之后 社区里就开始 就一堆人开始骂了 对吧 因为发现说在整个的兼容性 编译的适配等等 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在这两年的整个的 这个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更大的这个感悟 在于是说 如果你只是把一个点做出来 是远远不够的 那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 去使用好你的技术 那这就是变成了产品 那你怎么样让别人去用的爽 那其实要思考的点 往往远远高出 让自己有成就感的那些点 甚至很多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 那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技术 更专注在问题本身 而产品更专注在价值本身 在这点上的一个思考 其实也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点 因为技术往往是说 我们碰到了一些挑战 不管是在性能 在并发 或者在某些算法上 那么通过相应的一些 科学技术也好 论文也好 能力也好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 可解决的方案 但是当产品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说 非常重要的是说 这个技术的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如何把它变成一个 有价值的工作 这个价值不是说 只是说把它卖出去 因为开源的项目 它本身就不讲卖钱 但它如何让我们的使用者 能够获得这里的价值 这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挑战的点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说 比如说应用性 我们最早在社区里讨论的时候 对吧 我们去 我去美国的手边 他们说 你们怎么会把GUI都开源出来了 我们讲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你只是 关注在一个技术本身 那你只有一个 需要的脚本 能够解决问题 能解决 但是你要用户 要花大量的 这个工作 去使用它 但我们想说 我们直接把GUI 给你开源出来 我们希望你使用起来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说 带来的效果是说 最终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非常容易的使用起来 而这个使用的 越来越容易的使用的时候 它就有更多的这个价值所在 因为它更快的去关注在 技术解决问题之后的业务价值 而不在于技术本身的价值 但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平衡 其实也是 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怎么样能够 因为往往举个例子 我们在追求一些 比如性能的时候 其实它是没有 没有那个 终结的 但是呢 往往越往后面去做 你发现说投入的难度会越大 但如何能够通过一些 别的创新的方式 让它更具有一些平衡性 让用户先使用起来 这就是一个平衡 那我总结下一句话 叫做没有好的技术呢 产品它一定没有竞争力 但如果没有好的产品 一个技术呢 它就没有生命力 因为你一旦一个好的技术 出来之后呢 一定需要通过产品 让人就使用起来 一个好的技术 对吧 它需要有好的产品来配合 一个好的产品 它也需要有技术来作为支撑 那而开源呢 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是最佳的 也是最快的 能够让一个基于技术的产品呢 再去打磨的方式 不管它是在 让它更快的成熟 让它更快的被使用 甚至教育市场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也能看得到 最近卢虎卢土的 整个的开源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了 非常多的这样的方式 也看到了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被不断的激发 能够参与到 整个的开源的 这个工作中 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项目 能够贡献到 APAGE的基金会 能够一起 对吧 将更多的好的技术 产品 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 不断的成熟起来 那后面的分享一部分呢 我们叫 像一个产品一样的 运营一个开源项目 那么在这个点上呢 我会分享一些点 这些点上 其实也是我们在过去 尤其是我个人五年 在过去五年之间 经常思考的一些点 或者说 学习的一些内容 我希望说 各位能够多多的去 从技术之外 去做一些思考 因为即使是一个 很简单的开源的项目 甚至一个工具 你也需要不断的去推销 你也需要不断的去 演进它 需要找到你的朋友 需要找到你的用户 那这个其实跟 做一个产品 其实本质上 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啊 我们开玩笑说 产品经理 是一个产品的CEO 那其实对于一个 Open Source的 一个owner来说 那你就是一个 Open Source的CEO 一个项目的CEO 那你如何去思考 其实远远超越了 技术本身 所以我希望说 各位在探讨技术的时候 能够多多的 关注一些 其他的方向 那能够将我们的事情 做得更加的好 那首先呢 我用这张图 叫Projected Glows 那么这个在美国的 整个里面 会有非常多的探讨 那虽然很多时候 会讲到商业产品会 这个 这是这么一个阶段 但其实Open Source 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业务过程中 我们的整个 Marketing Team 我们的整个的Sales Team 可以不需要 因为开源本身 他已经可以 让他给做到了 那也就是说 这里开源带来的 这个好处在于哪里呢 我可以看到说 一个新的一个技术 或产品 走向市场的时候 它可以被更早的 involve 或以更低的成本 可以让用户使用起来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是说 在整个的这个 早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没有awareness 大家都不知道你的时候 那开源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可以让你快速地 获取到了你的 这样的一些使用者 那么但是呢 我们在后期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对吧 可以看到有个叫 Custom Success Team 那其实这块东西 这个内容呢 其实就是不断地 你的做社区的应营 做客户的服务 做这样的这个支持 我们在麒麟开源的早期 对吧 甚至到今天为止 社区的支持 依然会非常的繁忙 我们也会发现说 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不同的方式方法 需要去支撑 我们整个的这个 社区的用户 那么 以及是说 怎么样 让社区用户互相支持 也是一个非常点 那么这里有非常多的朋友 已经在分享 我就会一一展述 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说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其实 让开源的用户用起来 其实跟这个 Life Cycle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另外一个呢 我希望推荐大家呢 每个人都去看一看 可以说 如果你想把一个open source项目做大 我是非常推荐的 各位去看看S6Z的 这个叫go-to-market的bottom camp 那么他在这里介绍了 非常多的一些思路 那么包括是说 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整个的go-to-market 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模式 一种叫top-down 一种叫bottom-up 也就是说 你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open source的一个技术 或者产品 你最终是受 最终去影响的是哪些人 你是从C-level的人 开始去影响 你还是从一个 从individual的这样的一个 叫我们叫做IC 对吧 开始去影响 你是说让大家使用起来 还是在网上一点点去推荐 还是说能够让 比如CIO CEO甚至CFO 先意识到了 再往下去推荐 所以在这点上 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对 不错 因为这只是你的产品的 最终的product market fit 对吧 能不能找到 能不能找到你自己的存在 然后呢 通过不同的方式 去打开整个的这个方向 那么在这点上 其实很多 尤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会比较少的 会探讨套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点上 大家能够在整个 open source的运营中 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到 那么在这里 我讲比较重要的两点 是说top-down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 因为你要去找到 关键的比较高的人 对吧 高了 high level的人 然后呢 enggage他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讲说在 open source的这个里面 我们往往是button up 也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 是去影响到 底层的一些IC 那么能够通过 他们不断的去影响 整个公司在产品 技术上的选择和决策 能够更快的 将相应的一些技术呢 带到了整个企业中 那么另外一点呢 同样的这个视频中 分享到了 整个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一旦你把一个技术做出来 一旦你release了 这样的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或者说一个产品 其实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从整个的 marketing角度 开始到最后的 整个的partnership 到customer success 到最后的一个组队 其实有非常多 不同的这个点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一个运营的 负责人来说 其实一定要想清楚的点 在于是说 我们不可能做到 所有的 不可能靠一个人 做到所有的 这里的内容 所以你必须通过 相应的一些方式 来去组队 那么最近看到 非常不错的 这样的一些 我们在中国的 这些开源项目 在这个方面上 进行了巨大的投入 我们也看到了 巨大的影响和收获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那么我相信 这张图 应该是可以帮到 很多人 可以去 很好的去思考 或者说在这里 其实把所有的 这些东西 变成了 都是跟OpenSource项目 是相关的 只不过是说 我们推销我们整个的 这样的OpenSource项目的过程中 并没有说 问客户去收取任何费用 对吧 或者我们的客户 在使用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OpenSource项目的时候 其实他经历的 也是类似的 对吧 好 那再分享一个点呢 就是说一个非常有用的 一个工具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里面 我们讲叫Value Proposition 的Canvas 的一个画布 那么这也是有本书 那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在整个产品里面的 一个方法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如何去匹配到 我们的这个客户的 这个使用的时候 一定会从他的这个Ping 他的Games 去出发 然后呢 去设计我们的产品 和我们的技术 这也是我希望说 大家能够跳开 技术本身 而是说去看看 整个的这个Customer Jobs 的这个角度 以去来看 因为我看 跟很多的做开源的朋友 在聊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往往会非常容易 陷入一个 一个一个点 在于说 我做了某个项目 然后呢 也被也开源了 也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用户 在去使用它 但是呢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 更大的一个梦想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 其实会有些挑战 那这幅图 其实可以很容易 帮我们去设计 这样的一个 我们自己的能力 对吧 去匹配 是不是说 这个行业里需要 这样的一个能力 以及是说 如何对其客户的 这个真正的 它的痛点 那么为这个痛点 提供了这样的能力 那它才会愿意去使用它 对吧 比如说 我们齐铃 我们最早 在去整个的做 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是因为在Hadoop上 做大规模的 这个数据分析 其实是非常难 而且非常慢 效率太低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其林的OLAP server 我们让我们的客户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获得 它的整个的分析报告 而无需 花大量的时间 去跑各种各样的脚本 或者说学汉 等等 那么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非常直接的一个点 我客户有一个痛点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而这个解决方案 它有巨大的一个普世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客户 就会越来越多的 去使用起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 经常会使用到的 一个工具 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这个工具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 我们自己的value population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设计 我们自己的一个 开源的项目 或者技术的时候 那一定是要去回答 这些问题 如果很 如果回答不出 这些业务角度的一个问题 那很多时候 会把我们代外掉 那么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说 在不同的这个点上 对吧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参考案例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如果要去做 这样的一个 value map的时候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从哪一点 可以去思考 那么也建议大家 可以去相应的 这些资源上 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在整个的 这个方面上 怎么去做 怎么去定义 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能力 那最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图 这叫 death valley 死亡之骨 那虽然这个是 经常会在 那个整个创业公司中 会讲到 但是对于一个 技术的一个 一个open source的项目来说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open source项目 第一呢 它也有它的 自己的生命周期 第二呢 很多很多开源项目 往往也过不了 整个的这个death valley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 最近 尤其看到最近很多的 比如说 apache的项目 最终它其实 有被archive掉了 那这个其实是说 因为它在整个的 某个点上 可能失去了一些价值 可能失去了社区等等 那么所以大家在运营 整个开源项目的时候 希望大家一定要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不是说我们把它开源出来 它就一定会有人去使用 或者说它会长存 那它一样会经历 这样的整个的 death valley的这个过程中 那你可以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的 整个的commercialization的 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你的 open source项目 在这个市场上 存活的一个过程 你能不能从一个点 走到下一个点 你能不能 让整个的这个 open source的项目 能够有更大的 这个使用 不断地在演进 不断地在迭代 那举个例子是说 我们在整个 其林的过去 过去的这个几年中 如果我们还死保 这是说 基于Hydop的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我相信 再过个 再过个几年 可能也会出事 其实也就慢慢地 就消失了 所以说 在整个社区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断地在探讨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要扛过一个 又一个的 整个的这个死亡之骨 所以说 今年我们在 从去年开始 我们那个投入 就是在整个的云源身上 那么在 现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说 我们应该能够 跑到下一个阶段去 但下一个阶段之后呢 那这也是我们社区里 会再进一步地 讨论的一个 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图呢 也希望送给各位 能够希望 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多多地 在这上面上去思考 尤其是 每一个开源项目的 负责人 这上面 对于整个社区 对于自己 都是一个最终负责人的 一个结果 好 非常感谢各位 也非常高兴 能够跟大家分享 一些简单的 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也希望说 各位有机会 有时间 可以大家一起聚聚 一起聊一聊 能够一起 把整个的开源 做得更好 把整个的社区 把整个的这个影响力 能够不仅仅在中国 能够做大 甚至能够做到全球去 能够更多地 去影响到全球去 非常感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